在日本的新年特别综艺中,一位在日本网络上,有着特别高元气的萌妹子登上了综艺舞台,并且在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真实的面孔。 不少这位萌妹的粉丝看到她的真实面孔后,瞬间引爆了日本宣网,成了日本当今最热的话题人物之一。 那么,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? 这个女孩叫做丙肩月光,凭借着和日本民主播加糖临死超相似的面孔,在日本迅速走红,获得了不少粉丝和观众。 在平时的直播中,也有着不少的人气,可是在综艺中和网络上的反差,让人不由地想起了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乔碧罗。 可是这位日版乔碧罗更加的可怕,据丙肩月光说,她最瘦的时候有140斤,如今接下包袱的她,已经吃到了180斤,可是她的身高却连一米五都还没有。 看到了这个形象,不少喜欢她的网友已经开始自闭了。 不过,丙肩月光的脸,却不现有着180斤的面孔,这种面孔和身材。 极举反差的形象,也决定了丙肩月光十分适合走孝心这个职业。 并且月光说,她平时最喜欢吃米饭,不过更喜欢零食,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身材持续变形。 不过她不在乎这个,去年她还登上了日本某时尚杂志的封面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